各位網友,這次跟大家講,對台海和平可以審慎樂觀 昨天1月13日台灣大選結果出來,民進黨賴清德蕭美琴組合以558萬票 以九十多萬票的優勢,就贏了國民黨的侯友宜,他們的團隊 打破了台灣政壇,就說政黨輪替是八年的魔咒 因為大家知道,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陳水扁當選台灣的領導人 做了兩屆八年,接著到馬英九在2008年上台執政,也做了八年 八年之後,蔡英文又做了八年,今次會不會,即是說政黨輪替 政黨執政八年,就要交棒,這個魔咒會不會打破呢 今次民進黨賴清德他們就打破了這個所謂的八年的魔咒 然後民進黨就再可以執政多四年,這個結果出來,我的結論是說 我們對台海和平可以保持審時樂樂觀 因為今次賴清德,他贏了這個大選 但是對比在四年前的時候,蔡英文贏的國民黨的韓國瑜是贏成300萬票的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四年前,蔡英文是以817萬票裡面去連任 而韓國瑜就得520萬票,那時候的差距將近300萬票 但今次賴清德裡面,就對比排第二的侯友宜,只是多了九十幾萬票 優勢明顯就縮減了 而最重要的是在立法院裡面,四年前蔡英文得到57%的選民支持連任的時候 他民進黨也都在立法院裡面是一黨獨大,過了半數 而今次在113席的立法院當中,民進黨只拿到51席,比國民黨還少了一席 另外,柯文哲做主席的民眾黨,那個民眾黨就拿到有立法院的8席 所謂三黨不過半的局面,民進黨的執政當然是受到一定的限度的滯爪 由於在台灣政壇上,賴清德就被人稱為無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賴清德上台,會不會沿著所謂法理台獨的路線,越走越遠 令到海峽的緊張局勢升溫 看來今次選了結果,就是賴清德不至於會這樣做 因為昨晚民進黨在他們的勝選集會當中,賴清德聲稱會繼承蔡英文在中華民國的體制去處理兩岸關係 不是兩國的關係,所以就說,顯然賴清德在立法會三黨不過半的情況下 還有他的優勢,也不伏四年前蔡英文的優勢情況下,他應該會審時度勢 沒有可能在法理台獨方面再走得更遠 所以就說,在北京看來,今次的選舉結果當然令他很不滿意 他當然希望中國國民黨的組合能夠獲勝 但畢竟現在局面出來是這樣的時候也好 既然台灣的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和民進黨對比國民黨的優勢也少了一大截的時候 變成了台海的緊張局勢就不止於勝溫 在這裏就要講明一個什麽問題呢 就是中美之間的關係,因為中國和美國的關係是關於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兩國都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 所以中美關係是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 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是有著特別的責任 而台灣的問題就是中美關係當中一個核心的問題 北京再強調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 是一條紅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現在台灣大選的結果出來 就是基本上反映了台灣二千三百萬同胞 那種幾句是什麽呢 不讀、不武、不統、維持現狀 這個心態是佔了這個主流 那既然中國大陸方面一再強調 要解決台灣的問題 是要以最大的內心、最大的誠意 來由和平發展去促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 而所謂不排除使用武力的 就是台灣搞法理台獨 比如拋棄中華民國這個法統 去搞一個台灣共和國出來 又或者台灣被別人的外部勢力拿走了 在這兩種情況下就會使用武力 看來來說,現在令北京出手使用武力的局勢 不見得出現 所以在未來四年 賴清德執政這四年來說 台灣不會向法理台獨方面走 因為賴清德的當政是有一個權力的制衡 制約和監督在這裏 因為立法會院三黨不過半 他這次賴清德所得的票數 只不過是百分之四十 和蔡英文上一屆得百分之五十七的選票 那裏是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這個國民黨和民眾黨加起來兩個 他就佔了六成的選票 所以立刻說 換言之 民進黨這次的再度執政 是一個少數的執政 他有六成的民眾是沒有投到他的票 所以他受到這個制肘 這個是可以預期的 所以他沒有可能去單邊走法理台獨 不會在路上走越遠 這個也可以預期 所以美國也落見這樣的狀況 一方面他在台灣問題上 眾所周知1972年2月時的上海公報裏面 有一段論述是當時美國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基辛格博士讀出來的 那段說話就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 都認為中國只有一個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對此立場不辭異議 這就是著名的 所謂中美三個公報當中 一個中國的政策的來由 所以到現在這樣的情況下 變成了中美不會因為台灣海峽的衝突 引致兩國入去軍事對抗 因為台灣如果一旦受到大陸方面的武力進攻 美國曾經三番四次表示要協防台灣 但如果台灣裡面它沒有搞法理台獨 變成它也沒有觸犯到台獨就是戰爭 這條北京的底線 如果它沒有搞法理台獨 台海沒有辦法戰爭的話 中美兩國的關係也不會因為台灣 反而引致他們的軍事衝突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一個事態、一個衡量、一個標準 所以就是說 今次台灣大選的結果 總括來說是可以給我們看到一種印象 就是說對台海的和平 我們可以保持審診的樂觀 何況最近我們看到 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 勝傳是說 後任的外交部長去訪問美國 在訪問美國的時候 他慣有地去表示 中國無意去改變現在的國際秩序 中國本身都是現在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 這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外部世界國際社會 去批評中國的所謂戰狼外交 當中有一件事就說 中國這幾年來去鼓吹 所以現在世界是面臨百年未有的大邊局 是東升西降 因此要打破美國 他所制定的國際秩序 因為美國強調以規則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一定要維持 但是你看到就以去年3月 習近平訪問俄羅斯和普京所簽的中俄聯絡聲明 都是說明要改變這個國際秩序 好了這次劉建超在美國裏面表明 中國無意改變這個國際秩序 就表明了他已經由戰狼外交方面 去調整的立場 回到跟美國西方發達國家 有好相處這個外交格局 因為1978年12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終止階級鬥爭為綱 將工作的重心 主移到經濟建設為中心 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時候 鄧小平是他們老一輩的領導人 力速形成一個黨內的共識 這個黨內共識就是說 中國要實現現代化 一定要搞改革開放 而開放和引進的主要對象是美國 因此改善和發展和美國的關係 這個是我們改革開放的內在要求 也是在冷戰格局下 確保中國國家安全的根本要求 看來來說 現在就是回到這個格局裏面去 所以就說在去年這個11月的時候 你看看 十日之內 外交部長王毅訪問美國 跟著 何立峰副總理訪問美國 跟著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 舊金山和拜登會談 然後人民日報連續發五篇評論 說要將中美關係好起來 尋下去 而現在 中共中央外聯部部長 劉建超 訪問美國說 表示中國 中國無意改變國際的秩序 中國是現在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 所以我們從這些微妙的變化 事態的發展 就看到 中國現在是面臨著 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 最嚴峻的 最困難的經濟局面 所以要怎樣去令到經濟止跌回升 怎樣去制止現在已經出現的 民企倒閉潮 內資撤離潮 員工失業潮 債務爆雷潮 投資萎縮潮 出入口下降潮 政府財稅收入失血潮 要怎樣去扭轉這種局面 一定是要回到改革開放的軌道上來 對外要改善和美國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 而中美關係的改善 也有助於台灣局勢的和平穩定 是有利於中美關係的改善 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所以總括來說 今次台灣大選的結果 裡面說明了台灣的民心、民意、民氣 都希望所謂不獨、不統、不武、維持現狀 只要沒有去搞法理台獨的話 沒有觸犯台獨就是戰爭的北京紅線 所以在未來幾年 台海的和平穩定 我們可以保持審慎的樂觀 這就是我對台灣大選的結果出來的自己的判斷 多謝各位